帶您回到2005年 这天台中荣总的急诊室是一片混乱 陆陆续续有好几位中毒的患者就被送进了医院 而且状况非常的危急 心命垂危 一检验出来 发现他们的体内都含有剧毒氢化物 原来这些患者全部都互不认识 宿妹平生的 而唯一的共同点呢 就是都喝下了同一款的提神饮料 而且仔细看这包装被人贴上了 有毒误喝的标签 这可不是恶作剧 里头还真的含有剧毒 这也太过分了吧 凶手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 要这样子害人呢 一块来看台湾版的千面人事件 来 先过 先过 2005年5月17号 这天台中荣总医院急诊室 一片混乱 四名病患被送进台中荣总急救 共同的症状是 头晕 胸闷 全身缺氧 记得差不多快到 快到12点 1点多左右 我们准备要收勤 突然接到盘署所长的一个报告 那么分析上讲说 好像他那边有类似中毒案件 可能送医有的时候不乐观 第二件后续发生是在 十点多的时候 一队男女 有一个造型女子 他们也是去买 蛮有的饮品 接触一下这个怪怪的 他喝一口 我就不可能啊 我就拿过来 我喝一口不对劲 我匹事好 马上看到那边打了 这些中毒的人 彼此不认识 却同时中毒 症状也相同 究竟出了什么事 从开始的第一件到第三件 就造成了一死 事实上的一个状况 病人的血液里面浓度 高达七点八 七点七 在百多个BPM 在几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休克倒地 然后死亡 第一个被送医的周姓男子 经过一天的急救 还是回天法术 在送医隔天的 二十三点三十二分 宣告不治 事态严重 闹出人命 他们究竟喝了什么 中毒的五个人 共同点就是 喝了这款提神饮料 仔细看 这瓶身有点不对劲 被人贴上了 有毒误喝的标签 闲患是把这些饮料 有拿回去加工 用电脑打住贴上去 因为我们初步看这个瓶子 没有用针筒打进去 因为蛮牛是玻璃瓶 玻璃瓶上面一个瓶盖 那初步看起来 不是用针筒打进去 应该是不是把这个盖子 打掉了以后 把这个氢化物弄进去 又把它锁起来 警方全面追查各通路 不放过任何一瓶 有毒饮料流入市面 后来陆续在台中地区 找到了十一瓶 被动过手脚的饮料 而无辜的饮料公司 当下也紧急下架了 相关产品 蛮牛市场上面的连同我们工厂裤盆 大概有差不多二十万箱嘛 那保利达米的大概裤盆 裤子大概十万箱 那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全部都会被缩好 它并不是针对特意的操商 它如果要恐吓操商的话 它应该比如说 我就放Seven或全家 单机的 对 它不会说把它放开放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原来要恐吓保利达的 如果凶手的目标 是要勒索饮料公司 怎么会完全没有任何的 恐吓信或电话 凶手精心布局 为的究竟是什么 现在都没有这个信心 保利达突然下架了 很多饮料 大家都不太敢去 我印象中南部还有一个 也是超商类似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老百姓好像是 喝了一瓶水 大概自己闹肚子啦 也害怕单身 后来也害怕说 好像是不是又 就又被下毒了 人家想衍生出来 是不是这一瓶水 后来查出的是自己 自己闹肚子 所以是大家风声鹤唳 对 那段时间超商 什么 那个什么 没有人敢去嘛 生意一落千丈 民众恐慌 警方压力更大 要去哪里 找到这名下毒的签面人 警方调阅了 遭放毒饮料的店家监视器 发现了这个 可离男子 他先穿白色上衣现身 傍晚多了黑色包包 日后穿黄绿条纹上衣上场 晚间六点 黄绿上衣变成了黄色外套 进入另一家超商时 黄色外套脱掉 只剩黑色背心 短短五个小时之内 嫌犯走遍半个台中市 他有时候超商是 带着鸭舌骂 有时候就是安全骂 所以会以为他是骑机车 我们的专案小组有一度研判是骑机车 因为他的速度很快 切面人造型多变 投放完毒饮料之后 随即钻进肖像逃逸 当时全台中市的警局 都在主意检查监视其画面 不放过每个可能 宛如大海捞针 警方将签面人 类似打扮的假人模特 放在路上 希望民众提供线索 饮料公司更是寄出两百万 寻赏奖金 全名来气凶 这边是提管机 现在已经改掉了 提管机那个上面有那个镜头 镜头就是有看到他 从这边走过去的镜头 一闪而过 这一闪而过的影像 竟然成为破暗曙光 再从这个点继续往下追 感觉就是冰果这样子 怎么从这边走过去 回待了再切刃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看了那个衣著 就是这个 监视器再往下看 发现签面人作案所开的车辆 原来他根本不是骑车 头上戴的安全帽 是故意误导警方 为了掩人耳目 特地将车辆停在远处 行进台中市松竹路时 被监视器拍下 这个影像成了破案关键 再仔细看看作案车牌2332 和不幸喝下毒蛮牛的死者周一贵 死亡时间23点32分 两个数字刚好相同 两个数字不谋而合 是纯属巧合还是冥冥之中 自有安排 家属相信是无形的力量 在帮忙 警方则是科学办案 从车牌号码追出这个人 王靖展 我们一查 案发第二天他就出境了 他就出境 我们一看他出境香港 就是大陆了 他这个动作让我们 更有点可疑 第一时间逃往香港 却在几天后悄悄回到台湾 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警方不敢大意 立刻前往王靖展住处逮人 我是做什么事情 拜托的你 警察你不要动把他压在地上 他第一句要讲什么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随便把什么大的案子 都载到我头上来 我们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过 我们要为什么案子来的 我们又没有讲什么 你就故意这样子做 你就故意这样讲 警方会同你进来 你有同意我们去看你的房间吗 有同意吗 我想要叫律师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奇怪 当时在现场执行的同仁 要对他去做这个案件的调查 和了解的时候 他其实口风蛮紧 那好 那我同意 你同意喔 绝对要有摄影机跟着警方 就在王靖站家里搜出好几支针筒 警方直觉他就是用这 将氢化物注射进饮料当中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我之前在医院上班 然后有时候那个很好用 他可以清那个裂表机 王靖站老神在在 显见他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警方斗智斗法 但缺乏关键证据 就是拿他 没办法 直接关键性的东西 可能就是跟这个毒品 毒物啦 刚才讲说毒物的那个 证物有关键的东西 还有他可能就是 可能有去做恐吓 所留下这些蛛丝马迹 他是一个蛮冷静的啦 他不会慌乱 很沉着的一个犯罪者啦 他也是不容易轻易的 轻易的自己认罪啦 他非要等于是我们讲了 我们用不大黄河 他心不死的这种罪犯啦 对于这个我们现场 所调医的监视画面 跟他的这个直接关联性 到底在哪里 对 那这一块他也说 那个就不是我 你要怎么去证明 那个就是我 对 所以这个 其实这种态度 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对面就是你 为什么你还一直在狡辩 不过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警方在王靖展电脑里 还原了一份已被删除的文件 终于撕开了 千面人的千层面具 当时就是一些比较 容易取得的还原软体 来做尝试 那就没有想到 做了几次之后 确实我们从这个硬碟里面 找到被他删除的 这个文件档案 这是一封还没寄出的恐吓信 内容提及 毒产品会以最血腥的方式 登上各大媒体 以及不要低估 我的狠毒决心 等等字句 向饮料公司 勒索三十多万美金 掌握了关键证据 这下他赖不掉了 对不起社会大众 对不起我做了最大的错误释放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我没有要杀人的意思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一九八四年 日本顾力果食品公司社长 遭了绑架 自行逃脱 不久后 一名自称怪人 二十一面向的歹徒 激发恐吓信函 通告媒体 要在顾力果的食品里下 独藉此威胁厂商 当时他们就有告示 是不是可以仿效 日本签面证的案件 来恐吓比较知名的厂商 在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他很诚恳 不知道他的城府会那么深 他的计划会那么诚密 是在十天之前 有一位讲国语的客人 慌忙地跑进文身馆 表示要闻上这个 有点像蝙蝠的图案 没想到他就是蛮牛岸的嫌犯 王靖展 结果他回来这里也刺青 右边肩膀也刺青 我回来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那个结痂 肩膀 已经开始要脱落了 你们看到胸前没有刺青 就看到我有刺青 你们会排除我啊 他曾经跟我提到 就是说他有欠卡在 欠了不少钱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他也想一夜之父 对 就是有这个贪恋 因为自己的贪恋 牺牲了无辜的消费者 酿下了一死四伤的悲剧 造成的后果 再多对不起也挽回不了 像我现在咳嗽出来 那个味道而且都很臭 就好像里面的东西 烂掉的感觉 以后我又不能工作的话 还有这么小半辈子 那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要怎么生活 他当初下毒为什么 不用那什么泄药 为什么要用青蛙那样 因为他的关系 我现在没办法工作 如果有人往生的话 他勒手的精能会更大 那我想就是因为 强度不同 你可能放泄药 你只能恐吓五万块 可是你放青蛙物 你能恐吓十几万 三十万美金 狡辩没有杀人意图 却投放剧毒 但因为有贴上警告标语 被法官认定无杀人犯益 逃过一丝 最终背叛 无其徒刑定言 我们带您来到南投县的新义乡 这里是山地原住民乡之一 地广人稀 而且山林环绕 景色非常的优美 但是在这一天深夜 正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 有一阵警笛声 打破了这一片美好宁静 原来是有一名妇人 她突然间上吐下泻 而且四肢痙攣 她的先生就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但没有想到在送医的途中 竟然连这个妇人的丈夫 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而经过抢救之后 这两个人是宣告不治 医生也推测 很有可能是食物中毒 但是怪了 每隔多久 竟然也有另外一对夫妻 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而且在道院前都已经死亡了 短短一个晚上 接连四人离奇丧命 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先把镜头转到南投县 信义乡 2011年7月的那一天深夜 云雾包围群山 鸡犬相闻的静谧乡间小镜 南投信义是山地原住民乡之一 是南投县面积最大 但人口密度也最低的乡镇 左邻右舍几乎都认识 太阳下山之后 呼朋饮饭吃饭聊天 生活再单纯不过 单把时间往前 倒回到2011年的 7月5号深夜 大多数人早就已经进入梦乡 突然间 一阵急促的救护车警笛声 打破这片宁静美好 一辆救护车停在民宅门口 医护人员用单架 把一名妇人给抬上车 好不容易终于撑到了急证室 但经过抢救之后 妇人还是宣告不至 除了妇人的哥哥之外 妇人的丈夫也全程都陪在太阳身旁 他也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想到很快的 就连他也开始出现相同的症状 夫妇两人接连出现相同症状 最后抢救无效 但是他们从发作到死亡 才短短几个小时 而这两夫妇 为什么先后死亡 检察官要从他们的身上 找到蛛丝马迹 这个脚这边会强止 然后整个人会弓起来 这是属于那种 神经性中毒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包含朋友也在医院跟我们讲说 他们的死状很诡异 死状很诡异 我们在想什么一个诡异法 他是在南投担任驻地记者的魏宏清 媒体资历超过十年 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南投通 所有发生在南投的大小事 都会通过他的第一手报导 传递出去 而在案发当天 他也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 立即奔赴现场 天性夫妻在深夜 接连在自己家里暴毙 身上又没有明显塌杀痕迹 警方紧急开砖会议 还在找原因 但都还没有理出头绪 凌晨天刚亮 又有一通电话打进了勤务中心 一样也是发生在信义乡 相距十几公里的隔壁村落 有一对灵性夫妻 因为身体突然不舒服 打电话叫救护车 太太还没到院就已经死亡 而先生则是在路上 突然昏厥倒了下去 他就发病得很快 他急救一下子而已就死亡 那死状也是脚工好脏 跟那个嘴角面露尾 苦笑 零性夫妻经过急救后 依旧回天爬树 不过人死亡时露出的表情 大多都是呈现痛苦扭曲 保持笑容 那还是第一次听见 那时候是朋友告知说 你知不知道死了四个人 我说什么都死了四个 他说听说是食物中毒 那因为死了一个 已经是很要不得的事 死了四个让我们全身 是血脉飞弹 很怕 非常怕 因为这个是头条 公司非常地重视 在这个再单纯不过的信义霄 一戏之间接连两对夫妻 四个人离奇死亡 恐惧和不安 悄悄在相接蔓延开来 街坊邻居大家都在议论 想知道在这个自己住了 十几年的村落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警方也要找原因 那这两对夫妻 有任何关联吗 那我们就把她坐起来 所以觉得说四个人 两对夫妻是同样的地方 吃饭喝酒发生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死因 那时候我们因为解剖 没办法判断 应该是在七月五号的晚餐 那一餐在邻居里的家中 吃的可能不该吃的东西 或喝的不该喝的东西 是在那一餐发生的 现在警方厘清了 他们唯一的连结 就是这两对夫妻四个人 前一天晚上一起聚餐 开心地聊天 却没想到 才过不到几个小时 这四个人却一起踏上了黄泉路 那么他们共进最后的晚餐 会不会就是夺四名的关键呢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也看到现场的一些状态 并没有达到的痕迹 那桌子上面的吃剩的 也并没有所谓的 翻倒在地质上那么的凌乱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 有很大的可能性 真的是食物中毒 但也因为食物中毒 就扯出两种想法 第一种想法 是不是水的问题 第二种想法 是不是他们吃的 不该吃的野菜 真的好险 见识人员在临近死者住家的 冰箱里面 发现了当天晚上的剩菜 有鲸鱼 菜捕蛋 山猪肉炒浆 炒丝瓜这四道菜 都是一般家庭里面 常会出现的家常料理 另外还有喝了一半的米酒 把这些东西统统送去化业 希望尽快厘清 这四个人的死亡真相 但只是一顿晚餐而已 真的有可能一口气 夺走四个人的性命吗 因为相关的这个细菌培养敏 要经过一段时间做一个确定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等一段时间 在等待细菌培养的过程中 检警的侦探进度依旧持续着 而根据性质者 全都搅公反彰 面露苦笑 这个笑容的背后 让检察官有了初步的判断 他们推断可能是像马前子 或者是农药中毒 才会造成这种死亡的可能性 它成分有含有马前子减 这种植物性距离 那它的这个表现呢 就会让病人的这个 全身这个僵子 肌肉进完 医生口中的马前子 是一种植物 盛产于亚热代的东南亚一带 中医也会把马前子的种子 泡制入药 能达到消腫止痛的功效 不过服用过量的话 会导致中毒 出现剧烈抽搐的症状 也刚好和四名死者符合 只不过警方搜遍了死者家中的 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马前子 只能静静等待化验结果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没想到一波未平 一波又激 在隔壁村落又传出状况 这四个人一夜之间死亡 就已经够离奇了 而正当警方努力想要搞清楚 真相到底是什么状况的时候 竟然又有新的中毒事件 这已经是第五条人命了 新一箱瞬间是人心惶惶 在还没有搞明白 毒来源到底是哪里之前 居民做任何事情 都提心吊胆的 乡长甚至还广播 要大家不要乱踩 山上的野菜来吃 避免食物中毒 不过怪事可不止发生 在南投县的信义厢 因为台中的龙井 还有南投的中疗 也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中毒事件 难道说是中部出现了神秘病毒吗 而中央集赶局也不管大意 立刻是派出了医师 深入这个信义厢这边 要查出问题的源头 究竟在哪 淳朴的南投信义厢 一晚上四个人离奇暴毙 警方还在苦恼的同时 又传出新状况 后来好像还有一个 大概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也是在那个期间 也是死掉 大家要紧张 我们早上要去上班 我的妹妹就叫我说 姐 她怎么叫不起来 然后我就去看 前面四名死者的死因 都还没有离心 这么隔壁村落 又有一名年轻人突然暴毙 她手脚僵直和之前死亡的 两对夫妻四壮 呈现小功反章 非常类似 她就吃了 刚才要干凉吗 没有 我觉得除了嫌女嘛 她也不吃了 她就快吃淡一点 才短短三天的时间 小小的姓义乡 接着出现五名死者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状况 单纯的小村落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当地居民全都人心惶惶 尤其现在死因都还没出来 很多人吓到夜不沉寐 偏偏提心吊胆 小小一个村落 各事传言都有 当然会觉得怪怪的啦 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当地的民族 他们会怕 我们自己也在说水不要乱喝 也担心是不是会怎么样 山区原住民 有时候会采摘野菜来食用 就怕有人暴毙 是因为吃下有毒的野菜 这段时间村者不断通过广播 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 千万不要独从口入 河纳村办公处报告 请村民外出工作时 不要使用野菜 当然除了食物过期中毒 又或是吃到有毒野菜 只要进到嘴巴的 不管是食物还是水 都不能够排除 检察官有来现场要勘验 那来勘验就是 卫生局也来的 那我们那时候看到 疾管局也来 有医生来我们也是吓一跳 怪事不只发生在信义乡 这段期间在台中龙境 也有一对老夫妇中毒 出现手掌发黑 频繁呕吐的状况 老夫妇在两天前 吃了自己煮的三菜一汤 不到十分钟 两个人双手双脚和嘴唇 都变成紫黑色 甚至连抽出来的血 都变成棕色 目前身体的状况都很好 嘴唇的颜色 手掌脚底 那个肤色 都一定恢复到正常 另外在南投中疗乡 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也疑似中毒 凌晨一点左右 两名护士推着单架直奔急诊室 躺在床上的 就是五岁的五小弟弟 当时他已经全身贪软 意识不清 妈妈紧跟在后头 两个小时后 弟弟也被送到医院 因为情况危急 医师直接抱着他快跑进来 经过三十分钟抢救 哥哥还是不知 中部连续出现中毒事件 立刻引起了中央疾管局的注意 把防疫规格 直接拉到国家等级 派出三名医师 直接深入信义箱 当初搞得真的很 很恐慌 那个卫生署的疾管局 再次下来 要去会看现场 还叫我们穿着防护衣 大家就紧张了 进驻 追踪 并深入访查 就是担心出现新型未知病毒 也担心 在还没查出真正的死因前 又有人死亡 这对当时的疾管局而言 压力 跑山倒海而来 这两对夫妻跟第五 应该是 这个没有流行病血的相关性 因为他们没有共同进食 也没有共同进出相关的场所 原来出现在信义箱的第五名死者 并不是中毒死亡 而是蜂窝性组织炎 和前两对夫妻并没有关系 另外发生在台中龙井 很难投中疗的中毒事件 也和信义箱没有关联 尽管排除了连锁神秘病毒的可能性 让卫生单位松了一口气 但还是得查出 两对夫妻死亡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在经过十天之后 法医研究所的报告 也终于出炉 这个结果也和卫生局的初步结论相同 那如果真的是肉毒感菌害命 可能和餐桌上的这一盘 山猪肉炒姜脱不了关系 肉类只要长时间放在室温下 都有可能导致 混入肉毒感菌的菌体 一个不小心吃下肚就会中毒 心者呕吐腹泻 炎之后可能会连命都没了 肉的部分我们有听闻她的嫂嫂 有讲到说 她当天下午遇到防性施者的时候 她有跟她讲说 她回东府娘家 分了那个亲戚的结婚的猪肉 传统的原住民习惯就是 女方如果有习俗 有伴起事的话 都会杀猪啊 她会分那个猪肉给他们带回去 因为当17月比较热 肉的状况 而且他们是早上就杀了 所以那个肉他们没有用冰箱处理 再回来已经是下午了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在肉质上会有变化 很多人都喜欢在吃完喜酒之后 打包菜尾回家 却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举动 居然有可能夺走四条人命 死者灵性妇人参加喜业 带回来的猪肉 现在成了夺命关键 但亲友都无法接受 他们认为哪有可能这么不小心呢 最后的晚餐夺走四条人命 死者面露诡异苦笑 难不成是在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吗 现在四条人命的背后 掀开了会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风暴 正在悄悄蔓延 真的是肉毒感菌夺命吗 警方现在努力地想要厘清真相 虽然法医的确在四名死者的身上 都验出了肉毒感菌 不过他们的死状却和肉毒感菌中毒 非常不同 而这起四死命案 仿佛也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于是资深刑警决定 要从当地的农民着手 问问看他们针对四名死者的死状 能不能够透露出一些关键讯息 而这时从农民的口中 听到了一个词叫做催芽记 而这个催芽记是南投信义乡这边特有的 它是用来帮助葡萄发芽的农药 无色无味 但是只要喝下小小一口就足以致死 难道说这四个人 就是被这种当地特有的农药夺去性命吗 两对夫妻接连中毒身亡 目前初步研判 是诱毒感菌夺命 但家属无法接受家人宝贵的性命 竟然是断送在诱毒感菌中 田氏他们的家属也都认为说 就是不太可能是诱毒感菌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 就是部分也许是有抗敌症之后 他们比较不会怕这个 讲到诱毒感菌 很多人会直觉联想到是医美使用 却不知道它其实是大自然理 数一数二恐怖的无形杀手 因为它是全世界公认 自然界里面最毒的东西 然后它一盎司漏毒感菌 纯毒素就可以毒死全美国人 大概就将近三四亿 但真的是肉毒感菌夺命吗 虽然这是由专业团队 所做出的检验结果 但侦办的警方就是觉得 有哪里怪怪的 肉毒感菌据文献上 是要三十六小时以上嘛 那我们推测才会发病 而且发病它不会像 这一次四位死者一样那么急 所以变成说它 我们推估它从晚上六点到 早上三点 那只有九个小时 一体检验报告 证实了在死者的身上 确实出现了肉毒感菌 但它是否就是致死的主因 还没有得到定论 当我们知道 都有喝酒的状态 当然有一个想法 我们同一夜就在思考说 有没有可能是酒精中毒 或者是假酒 就很多的思维 都会一直在跑出来就对了 刚开始我们就陷入 那个就是到底死因是怎么 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就是 一个一个排除 无法确定四名死者的死亡原因 等于让警察的侦办之路 出现了一大块的绊脚石 案件侦办不下去 这也是信义乡的资深刑警 从来没有碰过的事 四死命案仿佛打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该怎么解开 警方找上了当地的农民 因为他们就像是小本的 行动式百科全书 植物 农药 他们最清楚 因为很多果农 就葡萄农 也都反映说 应该不是 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 会不会是有葡萄吹牙剂这种毒 从部落农民口中 第一次听到了 吹牙剂这个名词 这又让警方燃起了新的希望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葡萄吹牙剂 所以就请警察他们就去 附近的农药行那边 因为信义乡正好产葡萄 所以就去那边看看说 有没有葡萄吹牙剂 吹牙剂学名是恶律已纯 可以帮助葡萄发芽 所以又被称为吹牙剂 在盛产葡萄的南投信义乡 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农药 因为我们要照顾这个葡萄 一定是要整批整批的来操作 来施工来做 你如果没有用吹牙剂的话 那那个葡萄长出来的牙 掺插不起 所以农民在管理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管理 就是一定要透过吹牙剂 虽然吹牙剂功能很方便 不过恶律已纯 却具备强大的毒性 光是吸入或者是沾到皮肤 就足以用了拧命 二十五吸息就可能会致命 那在我们的动物实验里面 我们发现他的致死的这个脊梁 在动物上面是每公斤体重 七十五个毫克 我这里有两个也是 这种枪油 一吃分 八点就要吃分 回来而已 第一天就说死了 他在以往在这边意外死亡的状况 就是因为可以比较确定是 这个意外死亡的状况是 就是脚弓反张 然后发病非常快 脚弓反张发病速度快 这样的中毒症状和那两对夫妻死状 非常相近 警方立刻去买了吹牙剂 火速送往法医研究所当样本 再次检验死者遗体 果然有了惊人发现 送到法医研究所去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当初在进行毒药物检验的时候 有一个区块就那个量非常的大 但是因为他们跟现有的 801种毒药物 就是比对都没有相符 所以他们才因此判断是 毒药物是阴性 可是把这个葡萄催芽剂 加进去之后就确认说 当时的那个浓度很大的东西 就是葡萄催芽剂 居然真的检验出了恶力与唇 看来他才是夺命真凶 但这个结果和法医研究所 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 为了灵犀真相 警方决定到死者家中找证据 他在料理台旁边有块米酒 后来都有送花样 应该就是参加了米酒 只剩半罐的米酒瓶里面 也验出了无色无味的催芽剂 其他的通通都被喝下肚 而且法医还验出 不只是消化系统有毒物残留 四名死者就连呼吸道里面 也验出了催芽剂 当初他用那个炒糯 用米酒做料理的时候 因为那个会飞发 就是煮的关系去吸道 因为那个空间是密闭的 我们是也有做这个华语 就是说因为他没有排油烟机 他在那边煮会不会在场的人 都有闻到 但这两对夫妻都是务能为生 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药剂有毒 那只剩下一种可能 他们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那我们一听到的催芽剂 朋友就有在分析 催芽剂绝对不是意外的食物 绝对不是 他绝对是人为加工的 案情急转弯 从一开始的中毒意外 转向了他杀 犯案动机不外呼 情 仇 财 会是什么原因惹来杀鸡呢 根据调查 死亡的林姓和田姓两对夫妻 因为碰上豌豆大丰收 林姓夫妻实在是忙不过来 于是就请田姓夫妻来协助采收 农忙结束后一起聚餐 没想到却成了最后的晚餐 警方现在要查 下毒的凶手到底是谁 采取最土法炼钢的方式 也就是实际访查 希望能从新一乡 接访邻居的口舟 再多挖出一些竹子马迹 经过东方打听 其中一位死者林太太 有个交往许久的同居男友阿福 这两个人似乎还有些情感纠纷 8月16号的时候 王美勇自己的弟弟也来做笔录说 他姐姐跟他托梦 说他死得不甘愿 所以我们在想说本来是意外 他死得不甘愿可能是他杀 时机居然这么刚好 才刚寄获资讯 林太太有个前男友阿福 很可疑 弟弟就梦到姐姐说 自己死得不甘愿 这会是巧合吗 还是名名之中 在透露什么讯息呢 人真的是阿福害死的吗 他是目前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检察官大胆决定 对他进行策谎 现在得先把阿福带回局里 好好问清楚 那个时候我们就请 刑事局的策谎的人资源 那刑事局的策谎的人 他们就跟我们强调说 为了避免污染受策者的记忆 然后进一步影响到策谎的结果 所以要求我们去带人的时候 你绝对不要跟他讲任何的事情 跟南投地检署 主办的那个检察官申请机票 就是到那个朱贤的住处 结果我们一群人就到山上 刑警带队大批人马来到了阿福住处 但他不在家 他询问邻区 他说到台中的离山和平区 去帮人家做那个茶叶 茶叶的修剪 原来靠协助农物为生的阿福 常年四处漂泊 都住在公寮里 心中漂出不定 要找他得碰运气 还好老天爷很帮忙 跟小队长 我们就前一天就到离山 隔天早上再去 那边有一个恒山部落 在那边找到他 然后去带他的时候 因为我们先前就特别强调说 你绝对不可以跟他讲任何的事情 所以原警就跟他讲说 有一个案子希望你配合帮忙 就什么都不跟他讲 警方先不打草惊蛇 绝口不提案件的相关细节 而眼前的男子 就是林太太的前男友阿福 眼间刑警也立刻观察到 他的行为有种说不出的怪 就在那里就是 横着那个路边的草 显示说他当时是很口渴的情形 那所以原警就根据他的办案经验 就认为说这个有戏 阿福看到警察上门 不断摘起路边的杂草 放进嘴里嚼 经验老到刑警心里明白 人在紧张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感到口干舌燥 那阿福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因为不可以跟他讲什么案子 所以他就很好地 就反过来问原警 他是王梅勇的案子 都还没讲要配合调查拿起案子 阿福自己竟然就掀起了这个头 一开口就提到了前女友 原警就问他说王梅勇什么案子 然后他就说王梅勇中毒 原警就很急紧在问他说 王梅勇什么中毒 他就说农药中毒 我们当时发布的消息是 肉毒感菌毒素中毒 他竟然说是农药中毒 这个时候显然就很有信 明明在媒体上公布的资讯 都指向这两对夫妻 死于肉毒感菌中毒 催崖记只停留在 内部人员怀疑阶段 为什么阿福他会知道呢 这起南投县信义箱的中毒事件 案情出现了惊天大逆转 竟然是从意外转向了他杀 而警方更追出了林太太 他神秘的前男友阿福 这毒会是他下的吗 又是什么原因 他会用这么狠心 这么恐怖的方式 夺走曾经深爱的女友呢 而死亡的另外一对夫妻 又是为什么一同被害死呢 他们的亲友要提供 就是说他们听到的 就是说林太太 感情世界复杂 而且好像有感情纠纷 那所以我们就 往这方向去做调查 南投县乡神秘私人中毒事件 案情大逆转 从一开始的肉毒感最中毒意外 转向可能是催崖剂 下毒杀人 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 令太太神秘的前男友阿福 那天我们什么都不跟他讲 结果他在那个拘留室里面 他就显得非常的狂躁不安 原警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安抚阿福的情绪 否则可能会影响测谎结果 最后他也抛出了一个关键证词 后来就警员就跟他安抚安抚 结果他就说是那一罐 那一罐就是葡萄槌芽 是重苦 那时候我们就在想 我们都讲的明明是 那个肉毒感 就是 你竟然说是农业 而且又是葡萄槌芽 阿福终于憋不住 把宣藏在心中的秘密 全部抖了出来 原来他在米酒里面 用吹雅芽动了手脚 后来他又自己 就因为越讲越激动 然后就会讲他整个 跟我没有之间的过程 爱不到 就起了恨 就这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为了爱不到 而起了恨心 我相信没有人会这么做 原来这个阿福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不过老婆离家出走 之后在童友聚会上 镇摄了当时还是单身的林太太 两个人暗身情愫 进而交往 却没想到林太太虽然和阿福 不许终生 两个人还在公僚同居 但林太太却没有因此安定下来 因为以前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就大部分都知道说 他的这个生活比较混乱 有这么一个传说 林太太个性海派 又爱结交异性朋友 这让阿福很不适滋味 好像去山山工作 他那个女的就会带朋友 到家里喝酒 之后有次阿福到屏東工作 在这段期间 林太太认识了后埋的先生 两个人火速坠入爱河 并且登记结婚 阿福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外出打工几个月 女友竟然成了别人的老婆 真相大白 不甘心被横刀夺爱的阿福 怀恨在心 一直都在想办法报复 这一天阿福终于逮到了 下手的时机 他们两个夫妻 在案发前有口奖 这前几天 然后那个林太太就去东湖找她 然后找她之后 跟她喝酒诉苦 两杯黄汤下肚 令太太放松警惕 这时候阿福拿出了 自己加工过的几瓶米酒 然后她就伪装说她的那个身体 现在不好 不能喝米酒 所以她剩下的酒 五罐和那一罐总共六罐 就要送给她带回去喝 她也不知道说她那个男朋友 把酒里的酒动过手夹了 她不知道就把那些酒拿来请 朋友喝 事隔一段时间来到七月五号 农忙结束后 林姓夫妻邀请协助农忙的好友 田姓夫妻到家里吃饭 并且拿出了阿福送的米酒 几个人打酒言欢 浑然不知 含有巨多的崔雅忌 也和助线的米酒 一起进到了胃里 但毕竟曾经生爱过 要用崔雅忌下毒 阿福在下手前也有些犹豫 他原先是说那气头上 所以他有师父想要通知他 我不要喝 但是因为打电话去 按花钱 打电话去给那个林姓夫妻 他要跟他林太太讲 然后林姓夫接我的电话 以为他又来纠缠 所以又吵起来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讲这一段 他就把他吞下去这样子 如果今天这通电话 是林太太接起来 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们对这种事情 我们都知道说什么东西 可以碰 坑 不能碰 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不能吃 不能碰的东西 那个是好的东西 只是要把用到坏的地方去的 原本是催生葡萄的催雅记 没想到只因为一个男人的度货 就成了夺命毒药 还一次夺走四条人命 现任自强村村长的陈永松 和阿福是国中同学 曾经同创的好友 一面之差成了杀人犯 以前我们是国中同学 同届的 因为他算比较粗 比较粗糯的一种人 经济也没有搞得很好 催雅记命案震惊社会 针对这种无色无味 却能杀人于无形的剧毒药剂 政府也记出规范 那个催雅记是一种透明 白色的乳液 讲真的 你参到什么地方去 你都不会发现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政府他就是有统一的规定 药厂你要出货 把这种东西要卖出来 给这些农民使用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上色 所以后来的催雅记 就变成红色的 下毒杀人的阿福 被南投地院判处无奇徒刑 检察官上诉请求判处死刑 但台中高分院二审 仍然维持原判 一次害死四个人 却逃过死刑 要家属怎么接受 事情过去十二年 再重回当年的案发现场 已经成了废弃仓库 大家也是都很不可思议 竟然会发生在我们家 然后也会发生一晚四个命案的事情 死者侄女古秀林 回忆起整起事件 说就连自己的父母亲 都差点成为受害者 就是刚好那天 就是收成东西结束 然后就可能想请工人吃个饭嘛 然后就邀请到家里 原本灵性夫妻不只邀请朋友 还打算找哥哥一家人来喝酒 因为我爸那时候生病住院 然后那一天刚好 我二姐打电话来 就我妈妈说 要去医院探完爸爸 然后刚好妈祝好 要不然就一起去探完爸爸 也还好有去 真的是很惊喜 要不然 就可能会四个变成六个 谁都没料到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 居然会由爱生恨 酿成四人惨死的悲剧 阿福不只用毒药 摧毁了自己曾经的挚爱 也同时摧毁了两个家庭 这起信义乡的中毒事件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碰下毒手 毒死四个人的阿福 终于是被逮捕归案了 而当年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 事后回想起 这起案件是充满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 他说正当案件侦查陷入瓶颈的时候 就有一只蝙蝠突然间飞进了他的办公室里 并且是不断地盘旋 赶都赶不走 而且甚至还会停在天花板的电灯上头 当下检察官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等到这个案子破了之后 才发觉原来当时这一只蝙蝠 是在提示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讯息 南投信义乡四死命案 最后以杀人贞结 凶贤阿福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年主要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黄敬明 事后回想 发觉这起案子充满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 7月6号的时候那一天 那个我们都找不到什么死因 也找不到凶器什么都一丑莫宅 明峰全部的小村落 一夜之间死了四个人 发生这么大的事件 让检警双方都背负不小的压力 到办公室的时候就有蝙蝠 就飞到我办公室 然后再绕着我头上的那个灯 一直在那边晃 建家窗户也没有打开 怎么会有只蝙蝠飞进来 蝙蝠一直盘旋在黄建民的办公室 这个画面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但也想不到原因 时间一久也就忘了这个小插曲 后来等到那个案子破了之后 嫌犯落网了 然后就确定真的是杀人了之后 然后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还想到想 然后蝙蝠 凶险叫朱鸣府 好像我当时一筹莫展的时候 好像有在跟我暗示什么事情 只是我当时根本就不晓得 他在暗示在什么 突然钻进检察官办公室的蝙蝠 和凶熟名字间不可思议的巧合 让黄建民对这个案子印象特别深刻 我会觉得在我检察官生来里 那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是觉得说 好像冥冥之中 有在引导我们是怎么去把 去把案子办起来 就是把凶险绳之以防 新义乡四十命案在当年震撼社会 除了出动了大批的警力调查 媒体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条头条新闻 我们也找到了当年从案发到破案 全程紧跟的驻地记者 他告诉我们在案发之后 他进到了这个案发的现场里头拍摄画面 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 就是挂在墙上的日历 不知道怎么会少了一张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张被撕掉的日历 竟然是藏了天大的秘密 尽管西乡集体中毒事件 最终真相水落石出 但对破碎的两个家庭而言 是一辈子都无法抹灭的痛 让四个小孩整个快乐地成长 所以他们选择 他们愿意原谅 然后也尊重任何法律的审判 凶爽阿福虽然逃过死刑 但失去后半辈子的自由 被关押在南投看守所 终究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因为一段得不到的爱情 下毒害死四个人 南投著地记者魏弘欣 这起案子他从头跟到尾 尤其对一个细节 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在那一边死亡的时候 那边不是有阅历吗 记者资历超过十年的魏弘欣 敏锐观察到 挂在墙上的日历 少了7月6号那一张 当时我们大家只听 怎么在月历这一张 不见了 当时转小组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当真相浮出水面 魏弘欣在回想起 这张被撕掉的7月6号日历纸 顿时觉得冥冥之中 都会有迹可循 后来才发现到原来 他是为了纪念 他死了那一天的日历 那天就是他死了 下笔的日历纸 没想到这张平凡 而且不起眼的日历纸 被阿福撕下来作为杀人纪念 是因为不想忘记这一天 因为7月5号晚上 他们聚餐喝酒 然后在前一晚上 他会把这个 应该是前一晚上 他会把这个酒 让他给带回去 崔雅记成为了阿福 斩断情关的下毒武器 而这个崔雅记含有剧毒 但到头来 真正读的其实是阿福的心 他心里的结 并没有随着 林太太的死而解开 唯一解开的是当地居民 延续了好一阵子的恐慌 现在真相水落石出 总算可以恢复遗忘的瓶颈 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 我们带您看到的 这一起崔雅记的毒杀命案 从原先的情爱纠葛 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四死惨剧 不仅毒杀之爱 甚至还牵连无辜 不过好险最终找出了真凶 感谢您这个小时的收看 我是杨如涵 我们下周再会 ehööö you you wh you h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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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俊相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聚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长期 您的家居只有我们 最新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五湾半月鸡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